Digital Audio Signals 好 接下來Introduction to Digital Audio Signals 那 其實這個檔案我是先來看一些最最基本的東西 什麼樣造成一個 waveform 它在 discrete time 可能是一些 sample 一個宿鏈 那這個宿鏈呢 我們可能大致上 在這個領域裡面有哪些比較大方向的應用 稍微跟各位提一下這些東西 一些最最最基本的東西 第一個是這張同影片呢 我想跟各位看的就是說 什麼叫做Digital 什麼叫Digital Audio 在這文課裡面Digital 當然數位化 那我們知道說會 我們寫反 A to D 跟D to A 不好意思這邊寫反 應該是A to D D to A definition 好嗎 這個流程圖是非常generic 它代表說呢 我們真實的世界 今天我跟你講話 你所聽到的當然是一個類型的訊號 是一個 continuous time 的 waveform 但是我們在做數位訊號處以後 第一個步驟 應該是A to D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要把analog的訊號轉成Digital訊號 那中間呢 就會牽涉到原來是 continuous time 的一個 waveform 一個函數 那最後呢會變成一個 x of n 這個n的就是變成整數 我們習慣上n就是012345678 n是整數 我們把一個 continuous time 的 waveform 變成一個 discrete time 離散時間 discrete time 的一個數列 x of n 那這個的過程呢 融統我們可以把它 概化性送為這叫做 analog to digital 一個conversion 那在這樣的conversion裡面呢 那所以我們整門客氣是 all about 是中間這個過程 今天大概從下一節課開始 我們就不太會再去探討 allog的東西 那我們所focus就是說 變成Digital以後呢 這中間我們可以怎樣去 analyze 怎樣去sense this 而這個畫樣可能可以很多 如果大致上不脫離說呢 總之我們是 bottom line 那就是說我們進到Digital domain以後 把它當作這個就是一個 sequence of numbers 所有的 autosignal就變成 sequence of numbers 好 變成一個數列 那這些數列呢 我們怎麼樣能夠去做一些的處理 可能是通過某種filter啊 什麼什麼的 那處理完以後呢 可能還要再把它 就有一個output 有input 這個system有input 就有output 在output的最後呢 那它還是個數列嘛 那如果這個output 你想聽聽看的話 這要用某一種的machine 把它再播放出來 好 那概念上面那個machine 已經牽涉到Digital to analog 一個conversion 一個反過來conversion 只要回到真實世界 可能再透過一個老媽 音樂機你就聽到聲音了 好 那這根本的focus 是在中間的東西 那接下來跟各位介紹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說呢 我們在做A to D Digital to analogconversion的時候呢 必須要去define所謂的sampling frequency sampling rate 所以這個我講的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我們就make sure大家是on the same boat 所以我們先看個一下最基本 所以什麼叫做sampling rate呢 sampling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要把continuous sine waveform 變成一個數列的時候 牽涉到說 那我們要多減去看一次這個simple 所謂sampling是取樣 在我們這門課裡面取樣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個continuous waveform 比方說 可能 假設我們這藍色虛線是某一個continuous waveform 觀念上 你把它想成是continuous sine的一個sign 那麼 我們就每隔一個固定的時間 就去看它一次 看它現在這個值是多高 基斯特啊 或者說幾公分啊 或什麼 它是可能一個震動的sign 那就每隔多少時間 我們去看它一下 它的物理值是多少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的一個步驟叫做sampling 我們去量出這個訊號 在這個瞬間 它的值是多少 這叫sample 並且呢我們是 整門課我們會假設這個sampling rate 多久看一次這個sampling的這個週期 兩個sample之間的這個time domain的這個見譜 是固定的 會假設它是固定的 那所以 比方說 在這個例子裡面 各位要看看 如果橫著是 五個毫秒 那我這裡面 大家數一下 多少的sample 在這裏我們會放大看一下 放大一下 所以說 我們就說 這個紅色的這個 一根一根的就是藍色的 它所取樣出來sample 好不好 所以各位 眼睛比較快的話呢 稍微看一下 可能在這個 五毫秒中間呢 五個ms之間 我們總共會有40個sample 40個這樣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的sampling rate 它單位可能是hz 就是說呢 那我們一秒鐘要看老次 如果五毫秒看40次的話 一秒鐘可能看的是 稍微算一下8kHz 這就是我們的sampling rate 這樣大家各位了解 所謂sampling 以及sampling rate 是這樣define的 好 那 所以 這個是 A to D 從這個藍色的訊線 L的轉成Digital discrete time 的這個sample 那 反過來 D to A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這紅色的東西 想讓它 合成 好像做內插這種感覺 那 最後能產生 回到這個真實式的時候 它產生的微波 能夠像這藍色的部分 所以各位如果比較這個 比較有創意點 你要把那個眼睛捏一下 可能看起來有點像 盡視把眼睛拔掉 看一下這紅色好像 蠻像藍 蠻像蠻蠻蠻 看起來就像藍色 好不好 好 這個是一個笑話 可能也是有真實的地方 因為Logic Quaker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low-pass filter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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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們現在是把它想像的 是intime low-pass filter in time 其實牽涉到這個 你要 把這些impuses 變成time domain 連圓滑的曲線的時候 但是 說穿那個地方 A2D跟D2 也不是我們這門課主要的訪生 如果各位對內有興趣的話 可能有一些關於 技術設計的課程也有 機上有這方面專長的老師 可以跟他們學習 那 所以這門課呢 我們還是回到dc domain 所以一講到sample 那我一定要牽涉到 要問一個問題說呢 sample weight 要多高才動 的一個這樣的基本問題 就以這個藍色的訊號來講 藍色的訊號 你們覺得說 我們要多久看一次 看才夠快 才能夠看得到說 download 就可以說 能夠好像重現 它原來的這個曲線 所以這個 就牽涉到說 如果我們反過來講 如果sample也不夠快的話 情況很像這樣子 sample不夠快 這藍色的這個signal 我每隔好久才看一次 紅色的部分 一根一根的 那這個時候 如果假設說 我們在d to a 的這一端 他拿到一個這樣的 discrete time signal 那我們在d to a 要合成回來的時候 最後喇叭播放出來的時候 可能那個播放器 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來做內查 就把紅色這些線 比較均勻的連起來 各位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 至少這種by inspection 就用肉眼來看的話 用人家觀察 很多這藍色線的 那些高高低低細節的部分 可能就會喪失掉 應該可以想像出來 所以 這個就是說 這種problem 就是undersample sample也不夠快 所以這個問題 是個Value的問題 就是說 對於任何一個wave form 任何一個signal 我們只能知道 要sample到多快才夠快 那這個的話 可能各位 如果有學過 這個DSD的話 就知道 這裡有一個serum 有一個serum 叫做Ninequist Sampling Theorem 那個sample的sampling weight 至少要什麼 要兩倍於說 你所 什麼東西 兩倍於你所 有興趣的訊號 它的最高頻率 任頻率的兩倍 以上 的話 我們就可能 在合成的時候 有辦法 能夠透過 一些手段 能達到 perfect construction 所以 這個是Ninequist Sampling Theorem 所以我們也稍微 免許一下 Ninequist Serum 就是它 是這樣說 它說 我們必須要sample at least at two times the rate of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interest 所以說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學以智用一下 你看到所謂的CD quality CD quality 如果各位 在任何軟體裡面 你要儲存一個音檔 他會問你說 你三空熱要射多少 通常都會有一個選項 有一個業界公認 大家要公認的選項 這個選項大家稍微熟悉一下 這個選項是 44.1kHz 那這個選項怎麼來呢 就是因為人類聽覺的上限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interest 在audio domain 超過就變成超音波了 我們這個 聽覺的上限 我們能夠聽得到聲音 大概只有到20kHz 當年年輕的時候 因為老的時候 那個就越退化 所以 總之 八九不一時 能夠20kHz的上升 我們聽不到就超音波了 所以 那個frequency x2 就是變成40kHz 4kHz 再加一點margin 再加一點margin 就變成44.1kHz 業界公認的standard 所以這個 那麼大家可以熟悉 記起來一下 好 所以 其實 44.1kHz還蠻不錯的 音算算相當不錯 各位知道說 順便稍微提一下 好 那個講電話 傳統的那種式化的電話 那個3kHz 只有8kHz 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可能 有個low path filter 大概落在3.5kHz左右 先block掉 那個4k以上的聲音都聽不到 所以相對於CD quality 相對於傳統式化 打電話的那個式化 其實好蠻多的 那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比較兩倍的 我們能夠聽到最高頻率 還要高才行 所以 以上剛剛講到說 所以 Digital Audio Processing is about sampling 然後 do whatever manipulation 就是去調整那些數量 然後最後 就把它在 D2A合成出來 那 接下來休息10分鐘 那待會我來看一下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 issue 跟其他application 剛剛講到說 大致上 我稍微簡化一下 這個 方改過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 之後進到Digital Domain 好吧 反正我們其實都是 留在Digital Domain上面 去做任何的處理 然後最後就是 再繞回它的Analog Domain 那剛剛各位有提到說呢 要去定義sampling rate 那其實除了sampling rate以外呢 還有 嚴格還講如果我們只是把 一個content time的訊號 變成Discrete time的數列 那還不叫做Digital 嚴格來講我們還要去決定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參數叫做Number bit 那就是說呢 我們每一個sample 到底它要用什麼樣的這個方法 才能夠來表達 可能是fix point 是整數還是小數 哪是什麼這樣子 所以 這個的話就牽制到說 那我們每一個sample 要指定多少的bit 來給它 這樣子 所以 常用的這個Number bit 也許說我們一個sample 用八個bit來代表 包括正數號 所以就是 負128 到正128 這個意思 那 16個bit 就是多一點 然後 也許有人強調說 所謂的high risk率 就是說 叫做24個bit 更厲害的 32個bit 如果我們現在 所謂的CD quality 所謂的CD quality 那只能是16 就是說 每個sample 用16個bit來代表 所以正負2的15次方 是它的這個 integer 這樣一個rame 那所以 接下來這張圖影片呢 我就直接從mallup 這個ofile裡面 超出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mallup裡面呢 mallup裡面 如果你去tys這個wave write 這個方式 這次方式超上沒有 那 你就看的話 他就會抵方說 你在write的時候 你可以其實可以去定義這個nbit 如果不定義的話 by default CD quality 是16個bit 那 他的那個 儲存的儲存是single 或double 那 他主要是稍微 看下來 那裡面呢 所有的音訊 他都會把這最大的範圍 把人通過來 是叫正負1 這是他的習慣 所以他約定成熟的習慣 那麼來 叫正負1 那所以 就知道 正負1範圍就是2 從最大最小 中間 我用16個bit 那所以每個bit 就代表一個所謂的quantization step 他每個quantization step size 要稍微數一下 二足以為了這麼多次方 就是他的quantization step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代表說他在這個訊號進來的時候 在每一個值 他都歪軸都有刻度 那個刻度的大小就是這個 delta 這樣講 各位了解嗎 那所以 如果你原來那個訊號 他是介於兩個刻度之間的話 要怎麼辦 叫做rounding 那就是往最接近的那個刻度 上面去對齊 其實就是4255的意思 在這刻度裡面 發圍裡面去做4255 那所以這個大家要知道 好像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認為說呢 幾個bit才夠 對 我們知道image其實是256 對不對 gb就是256 default 好像是這樣 有沒有從image比較熟的 所以那是8個bit 好 其實 對 那 audio呢 audio要幾個bit才夠 我聽說 cp quality是16 16能夠 夠 還是說 覺得應該24才夠 為什麼當初業界在制定標準的時候 這麼多家公司 他們說我們16就夠 這個什麼原因 16代表什麼意思 哪一位同學 綠衣服呢 對 因為人2 這步數還更高 人 有尺度性 所以 到16應該就夠了 所以你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當然越高的話 resolution越好 那個刻度越細 對不對 你增加那個 一個bit 叫刻度就切一半 好 那為什麼是16呢 繼續問下去 為什麼16就夠了 這個其實這個問題 不是那麼容易回答 其實這個問題還蠻深刻 好 聽到這個是所謂 跟大家參考看看 就是說 有所謂的叫做 6db per bit 這樣一個 rule 大家再聽一遍 6db per bit 這樣的一個 rule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在這個 A to d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得增加一個bit 就是能夠讓我們的quantization noise quantization代表一個rounding 那代表它會產生quantization noise 好 那這個noise其實聽得到 好 所以假設說我們今天 如果只用model bit 的話你可能會聽到一些 一些的noise 好 那所以就顯得到 那我們signal to noise ratio 是怎麼樣的定義 所以所謂的 6db per bit 意思就是說呢 增加一個bit 我們那個刻度變成一半道 意思就是quantization noise 它的那個powering 是12分之 delta平方 所以那一個的noise 它的noise level 就下降6db 好嗎 所以16個bit 總共就可以提供我們96個db 這麼好的sr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ratio 好嗎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把能夠play back 最大的範圍 它可以當作是音量開到滿 那個音量開到滿 到最小的quantization noise 會比那個滿的聲音 還要小 96db 那那個已經夠了 好 因為通常人的聽力範圍 很吵著啊 也許100db 你的聽力的一個伐值 facial可能是接近你的db 所以96db一定是非常非常好 你只有在很罕見的情況之下 才有可能聽到quantization noise 所以這個制定是有它的道理在 當然也有人覺得不滿 比如說100db 比96到大4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乾脆再增加8個bit 所以那這樣也是可以啦 所以有些所謂的 比較高階的音效法 它就留給你這樣的aution 然後可以去錄製或是播放 24個bit這樣的program 這是其實有的 所以在你的wave drive 在NALA裡面的這些aution 就可以了 在儲存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我們合成出來的聲音 儲存成32個bit 這個就是可以的 但是這其實多塊是浪費的 所以16通常就動